从这款集合水墨 血 烟三大元素的预告片中 我们看到邓超 刘亦菲 邹兆龙 郑忠基四大名补再度合体 除了四大主演外 电影还有不少演员加盟 不仅由此前出现的黄秋生 江一燕等熟面孔 柳妍也在其中 柳妍的造型不算意外 反倒是吴秀波让人有点猝不及防 在四大名补中 吴秀波扮演的财神爷安世耿在烈火中生死成迷 在第二部里再度现身 但造型却彻底打破了蒙叔的称号 头上盘根错节 表情也足以称得上诡异 电影将于11月22号上映 想要了解更多内容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